国产疫苗的研发又有了新的进展 国光生技在昨天才宣布 国光新冠疫苗获得了印尼核准 将进行剂量探索二起临床试验 结果将在明年出炉 还强调从来没有中断新冠疫苗的研发 虽然不是最快的 但是希望可以做到保护力强又安全的疫苗 而今天国光生技更是对外表示 未来不排除要发展新冠流感合一的疫苗 打一次就有双重保护 国产疫苗又有新进度 国光生技13号宣布 国光新冠疫苗的海外临床试验 已经获得印尼核准 将进行剂量探索二起临床试验 所以我们也很积极地在进行 所谓次世代疫苗的研发 上周五的时候 印尼的主管机关研究B-PAL 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核准 目前印尼正处于丢塔病毒流行高峰 已经有超过400万人确诊 平均每日新增万人 国光与印尼日惹大学合作 二起临床试验预计收案240人 试验目的将确定剂量 以及验证疫苗完整保护力 结果预估明年出炉 国光生技强调 虽然疫苗研发进度落后 但会致力发展安全性和保护力 未来也不排除 做出新冠流感合一的疫苗 打一次就有双丑保护 很多人现在都在讲说 这个新冠病毒呢 将来会变成像流感一样 流感化 可能定期都会需要再施打 那么我们也是就这个来准备 那当然我们整个新冠疫苗的 这个开发跟临床试验的速度 并不是最快的 可是我们看的是 未来长期国际市场的这个需求 有专家预测未来新冠病毒 将流感化 可能需要年年补打 维持抗体浓度 国光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印尼试验 也为将来南向政策铺路 记者赞报道